2022全国教宝记忆竞赛 康宁大学英幼儿保育学系 一举拿下四个画作与教具制作双料全国冠军 其中四个画作得奖名次 更包办了全国八个名次中的六个奖项 成绩相当优异 我们这次的成绩非常的杰出 非常的优秀 因为这次参赛的大专院校 全国公司里的大专院校一共就有16所 那我们的参赛的作品 有两个类型 一个是四个画作 然后一个是教具制作 然后这两个都是得到冠军 那尤其是四个画作 他又得到前三名 他们一共有得到六项 就是八个名次里头就得到六项 对 所以指导老师也是非常用心在指导 学生也非常的厉害这样子 学生倒蛮认真 还蛮认真 因为那个老师上课 就是教这个健康领域的方向 那就跟同学讲说 平常你们就要有这个素养跟训练 那你们要先自己充实自己的知识说 如何照顾自己 所以我们又有生理的课程 又有营养的课程 他们认识这些之后 那他们也发挥了创意 去思考说 如何去把这一个健康的概念 去表达出来 所以他们花了 将近我们这一次参赛 他们也将近花了一年的时间在训练 上学也先训练生理健康 下学也先训练营养健康 但后来在比赛之前他们就赶快 大家互相讨论 认真地把这个图画画出来 表现得不错 因为我们非常重视实作的一个学校 所以我们有非常多的美工设计 教具制作 还有教玩具设计 创新创意的这个作品的相关的课程 都有在开设 不管是必修还是选修 所以这个两位老师都是在自己开设的课程当中 融入这个比赛的主题 所以他们有准备了一段时间了 幼宝系许世忠老师指导的四个画作项目 学子们一举拿下全国第一第二第三名 以及加作第五第六与第八名 获奖学子们也感谢师长的指导 我这次的作品是多洗手多健康 小朋友都很喜欢到户外玩 希望借由这次的作品 让小朋友了解 要多用洗手乳洗手 然后多吃蔬菜水果 才可以拥有健康的身体哦 这次比赛的作品 大家都很优秀 很开心可以跟大家一起观摩学习 这次呢 主要感谢我们康宁大学 英语保育系的各科老师的指导 尤其是我们的班导师许世忠老师 谢谢他鼓励我们参加比赛 并给我们细心的指导 让我们大家都拥有这么好的成绩 谢谢 我的四个漫画 第一个的设计是 让孩子认识可怕病毒的模样 第二个是 病毒存在和容易传播的方式 第三个是 病毒侵入体内会产生的身体反应 例如头痛、发烧、疲倦等等 第四个是 有了正确的防疫方法 就能不被病毒侵犯 保持健康身体 享受快乐生活 我希望藉由四个漫画的呈现 让幼儿更能印象深刻 并体会病毒可怕及防疫的重要性 期待漫画中的防疫方法 能让孩子自然而然的 弱势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 在整个创作绘制的过程中 许致忠老师不断的关心我们的创作状况 时常询问是否遇到困难或是贫瘠 并予以事实的引导及协助 让没有绘画基础的我 也能放心投入于四个漫画的创作情景中 很意外 也很开心 我的作品能得到评审老师们的认同 得到了第二名 很感谢学校提供这个参赛的机会 也很荣幸能为康利大学幼保系整瓜 刷牙虽然是很常见又简单的事情 但却很容易被小朋友忽略 小朋友也会因为有太多事情 去吸引他的注意力 就很难静下来花时间慢慢的刷牙 透过绘画呢 可以让隐形的细菌 更清楚的让小朋友看见 原来啊 吃完东西不刷牙 细菌会在这里哦 小朋友除了更愿意去刷牙 也能更加明白 为什么我们会需要刷牙 除了可以跟同学一起参赛感觉很棒以外 更重要的事情是 感谢康林幼保系的许世中老师专业的指导 他很有耐心也提供许多相当重要的意见 让我的作品在呈现上可以更好 这次能够获得佳作第五名 我的导师是相当重要的推手 真的很感谢康林大学幼保系许世中老师 我的作品名称是健康好习惯 那画作的内容有饮食均衡 规律运动 充分睡眠 以及多喝水 这些都是我们平日在幼儿园里教导小朋友的事情 那也希望借由这次的四格画作 可以传达这些健康的生活好习惯哦 我从小就喜欢画画 那借由这次的比赛可以让更多人看到我的作品 我觉得很开心 谢谢世中老师的指导 也谢谢康林大学幼保系 让我们有这个机会去参加比赛 我们是带小朋友健康成长 所以在平常的日常生活 就要灌输小朋友健康的概念 所以我们在那个 可是有时候小朋友他没有办法理解 说怎么照顾自己 所以老师常常都会用画画的方式 用很简单的图画去代表他们生活该注意的一些注意事项 要能够认识自己的身体 爱惜自己的身体 照顾自己的身体 让自己可以健康长大 那在生理方面呢 就知道身体为什么会疾病 平常要多洗手 这个上厕所 然后那个照顾好自己身体 然后还有包括他们吃的方面 营养健康也要吃对东西 那老师都会用这种画作的方式来传达 所以有时候呢 他们一进那个幼儿园 他们就会有一些图画 欢迎他们 然后一进教室 他们就有一些功课学习的方向 那通常小朋友在幼儿园呢 他们有不同的学习区 那学习区老师就会画这个 画画画四个画作 去代表他们这一区 他们应该要学什么 这一区他们要做什么 所以这个四个画作在幼儿园的日常生活 是老师是很常见 而且是用来很重要去传达 老师的概念的一个方式 康宁幼宝的学子成绩优异 来自于课程的扎实训练 系主任说 康宁幼宝系科的特色 是师资与课程都经教育部审任 因此学生毕业后不用另外考证照 学历就等于证照 对于投入工作职场有很大的优势 我们的教保员是教育部审任的 所以他不是一般的学校毕业的 幼宝系毕业就有这样子的资格 是教育部要审任过 师资要审任过 课程要审任过 所以学生毕业之后 他不用再另外考证照 他的学历就等于证照 就是像世光科 他们要有世光科证照参加国考 护理科要另外再参加 护理师的证照考试 要再参加一个国考 那我们不用 我们就是他已经 教育部认可你的学制里面的课程 他有32核心 所以最基本的教保员 必须要修的课程 然后这个每一个课程 每一个科目 譬如说幼儿发展 幼儿观察 或者是就是我的专业伦理 这个每一个科目都需要有相关 就是他认可的老师去授课 所以老师他去 每六年会评鉴一次 对 所以师资会做评鉴 然后课程会做评鉴 都是幼儿发展或幼儿教育相关的 背景的老师才能去授课 所以不是每一间学校的幼儿保课 都有经过认证 据我所知已经有蛮多学校 就是被淘汰掉 对 然后认证过之后 就是他毕业之后 他会有一张教保人员的证书 那这张教保人员证书 他有一个号码 每一位教保员都有一个编号 然后这是叫 遇不审认的证书上面的编号 所以以后幼儿园的家长 他如果要知道幼儿园的老师 有没有经过合课 他可以去查这个老师 查这个编号 看他是不是合格的教保员 因为我们也有外地的金门的 来台湾学的 然后也有花莲的 也有宜兰的 所以我们在实习的时候 有时候我们也比较辛苦 就是他们实习 他们回去他们原来的家乡 比如说宜兰 花莲去实习 那我们有的时候 有老师会过去看他们实习 但是假如没办法的话 现在都有时候用视讯 或是说他先把他 在幼儿园教学状态寄给老师看 然后老师去指导他们在幼儿园 该教导的一些注意事项 那我们康宁其实老师很多元 我们有婴幼儿教育的 有婴幼儿保育的 然后像我们是健康领域的 所以他们觉得有多元的学习 都会专程来台北这边 学幼儿教育的照顾的工作 很多人已经在幼儿教职场 其实有很多年 可是他可能是已经大学 他可能是研究所 但是他不是幼儿教相关 毕竟你在这一方面 也有专业领域 那就像刚刚主任讲的 我们毕业教育部认可 要合格教保员的证书 所以他们有的 已经是当园长一二十年了 但是因为早期还没有那么 幼儿的大学 以前比较没有那么多 所以他们早就从事工作 那有的是已经读别的研究所 那想说要来照顾小孩比较 好像自己也要转换一下生活 就是不要为工作忙碌 但是照顾小孩是一种快乐 自己可以比较年轻健康的一种事业 所以有的就转到这一个 可是你转到这边来 你原先的文凭就没有合格教保员 所以他们还专程礼拜六礼拜天 在进修这个我们的二专 或者是那个大选后两年的学制 然后他才可以拿到合格教保员 才可以从事这个相关行业 所以这个行业的专业度 其实一直在提升 就是以前都是高中子毕业 反正可以照顾小孩 就可以进入幼儿 那现在因为专业的要求比较高 他们要有像比如说这健康的认知 他们要有专业的知识 他们要了解小朋友的发展的状态 所以都有回来进修 所以现在大家的照顾小孩 这种这个国家幼儿 都提升了很多专业水准 我们是全国最完整学制的一个学系 我们有五专有二专有二纪有大学部 对那目前学生是六百多人 是一个蛮就是在台北地区 大台北地区是经营蛮旧 大概有二十今年是第二十五年 因为我们就等于是 他的学制的衔接是等于是一条龙 比如说五专他们毕业之后 他们其实就可以转接到 我们的二纪或者是大学 他直接可以转过去 然后呢因为你知道 现在少子化是国外问题 所以现在的托育的这个 所有的对这个整个国家 对托育的投资是非常多的 那所以现在有很多非盈利幼儿园 跟公托就是各社区都有成立 然后台北市新北市都有 所以非常缺这类的托育人才 对因为他们的太多 这样子的职缺都开出来 然后而且薪资现在已经非常高了 今年的非盈利幼儿园的薪资 已经到三万七千八了 对就是武专一毕业 大学一毕业就有这样的薪资 所以他已经远高于一般的大学毕业生 对所以我们就是 在培育人才这一块 这样完整的学制 所以学生会很想要来 康宁大学婴幼儿保育系 结合理论与实务 将持续为社会 培育更多的优秀幼保人才 记者陈淑平台北报导